詞曲 李宗盛 大家好,欢迎来到八卦娱乐圈 天赐的声音3D阶段 以周深和周延合作的玫瑰少年拿下 金曲而完美结束 两人的表演堪称本集最好的舞台 两人不仅用歌声表达了在他们心里鸡埋已久的情绪 更用歌声回应了曾经另眼相看他们的人 目前该表演曲目 在秋秋音乐上已久收获了十万家的收藏 在第一阶段以巅峰般的盛况落下帷幕之后 第二阶段也紧随其后纹身而来 在第一阶段留下金曲的周延 结束了自己在天赐的声音 的舞台 一个萝卜一个坑 周延走后 张碧晨就成为了第二阶段的半长驻飞行嘉宾 张碧晨作为一名实力歌手 已经成为了音乐综艺的常客 基本上在每个节目中 他都能有深入人心的表演 希望这次在天赐的声音中 能够听到他带来的金曲 最新一期天赐的声音 有谈剑刺 孟佳 张子宁 李朱贤 潘晨 宝石 杰姆等嘉宾 今天就来说说张子宁 张子宁作为伙计少女的一员 在组合正当红的时候 也是一名被人热议的女团成员 但如今组合解散两年之后 依稀可见她的落寞 再也没有了当日的风光无限 舞台机会更是少得可怜 为了把握住机会而变得小心翼翼 让人感叹唏嘘 原本在组合还没有解散的时候 张子宁的资源就是团里面比较差的 但至少跟住组合还有参加各种活动的机会 还能够频频在各种节目和晚会上刷脸 可现在离开组合后 她就得更加努力才能拥有被看到的机会 所以现在能上天赐的声音这样的音宗 其实对张子宁而言 已经是很好的资源了 不管如何至少还有展现自己实力的舞台 正如她在节目中所说 自己并没有很多上舞台的机会 所以她很珍惜每一个舞台机会 也正是这样才让她不敢有太多 试错和挑战的勇气 这从她与李珠先选择的首演歌曲就能够看出 为了更好的发挥 她选择了一首对自己来说并无难度的歌曲 就像一个高中生在高中的作文比赛中 选择了一个初中生的难度 虽然表达得很好 但是却显得毫无意义 在选人的时候 张子宁和李珠先首选的是胡海拳 但同时周深 张稍涵 张碧晨都加入了抢人的环节 周深和张碧晨都选择了抢张子宁 而此时选择权就交到了张子宁的手里 最终经过一番思考后 张子宁选择了张碧晨 其实选择周深的话 可能给她带来的曝光会更多 毕竟周深在这个舞台上的几个节目 讨论度都非常高 而她的选择其实也在意料之中 一方面有可能是节目组安排的周深轮空 而另一方面是张子宁虽然在火箭 少女是Vocal的身份 但众所周知 有哪个女团的Vocal能和专业的歌手相比 众多女团成员中 可能也就西琳娜一高 有一点专业歌手的门槛 其他的都还差太远 虽然张子宁的Vocal能力不错 在女团中也是名列前茅的存在 但可能是她唱歌的时候太注重技巧 以至于在高音的时候会显得中气不足 声线会变粗 听起来就不那么有力量 所以她只适合在中音区畅游 对于高音她没有十拿九稳的把握 而在高音上的不足和周深合作 就会显得特别明显 因为她的确有了平人所说的 有时候会跳字的习惯 这就导致她的歌曲有时候听不清歌词的原因 就比如她的《万读不清》这首歌 就有很多地方发音很模糊 不看歌词根本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而周深气息稳重 土字清晰 又擅长高音 音色还很特别 所以和周深一起合作只会放大她的缺点 而张碧晨就是她唯一的选择 但也不是最适合她的选择 虽然女生和女生的声音会更搭配一些 但是张碧晨的声音细小而悠长 而且音色也很明显 和张子宁也不是很搭 就两人表演的雨天来说 总体而言是极其精彩的表演 但总能在两人的合作中有一丝丝突兀的感觉 可能就是音色上面的不同带来的感觉 但不可否认的是两人唱得都非常好 如果让他们各自单独完整地表演这首歌 那可能就是两种感觉完全不同的享受了 中传科班出身的张子宁 其实在音乐方面的实力还是有的 只是目前还在靠着曾经女团成员的标签 在各方面尝试 而没有找到属于自己的路 现在的处境让她变得有些紧张 既想在音乐道路上走下去 又想尝试在影视方面开辟一条路 所以才有了现在这种两方面都不出彩的尴尬处境 如果沉下心来积累 张子宁在音乐领域的表现还是可以期待的